稍后继续 两位老师 就很多微友啊 现在又发消息了 发问题了 咱们帮忙解答一下 有一位微友叫晴空万里 他说最近感觉听力直线下降 耳朵里面热乎哭的 然后有时候还有浓 去医院检查 说什么呢 说中耳炎 想问问就是 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这个首先呢 如果是一个急性的中耳炎 他的治疗一定要以 医院的临床治疗为基础 这是根本 他不能脱离医院 那么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 从生活的角度来讲 那跟我们今天讲的 这主题是有关系的 这个多数我们叫 风湿热血导致的中耳炎 耳朵里流浓 有急性的有慢性的 他这个应该像是急性的 我听他描述 急性的化浓性中耳炎 耳朵里边会疼 然后听力会出现障碍 我们叫听力障碍 耳朵闷闷胀胀像进了水一样 有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疼 但这个疼的时间不会很长 疼完就流浓 一般流完浓之后 耳朵疼的症状会缓解 但是听力障碍的事 很久都得不到缓解 这是急性的 慢性化浓性中耳炎 多数都是由急性的转变来的 那铁方老师这种情况 有没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呢 中耳炎的人呢 也忌口 辛辣刺激的不能吃 这个爱上火的东西 什么叫辛辣刺激的呢 姜 胡椒 辣椒 这是厨房里的 调味品 对吧 这些东西心散注热 会导致内热加重 病情加重 还不能吃生了的东西 什么冰针的饮料了 冰淇淋了 雪糕了 这么讲吧 低于体温太多东西都不能吃 我们体温36-7度 24度以下东西 基本就不要吃了 冷冻食品 上级脾胃 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受损 人的免疫功能会下降 排除湿气的能力也下降 病就容易重 有中耳炎的这些病的这些人 究竟应该吃些什么 他能有利于恢复 清热拜火的东西就能吃啊 对吧 比如说 绿豆汤能喝吧 金花能喝吧 新鲜的蔬菜 黄瓜冬瓜能吃吧 对不对 饮食清淡一下 能煮的咱就煮 对不对 你别上来炖炖麻辣呀 而且吃那些容易嚼的东西 容易消化的东西 老师我这还有一位位友 叫做繁华四锦 最近几天呢 一直在跟着您学习排毒水的做法 想像您要一份这个方便做的 关于一米的排毒水 就是做法简单的 这个简单的也有 首先一米那个东西它比较硬 所以做之前经验 一定得先拿水泡 比如说早上上班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把这一米水 拿这个一米拿水先泡上 等晚上回来再做都可以 反正不能低于三个小时 这是一个经验 然后在做的时候呢 一定得大伙先煮开 煮开之后你就得调小火 这个时候呢 你要看锅里的水 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锅里水会变白的 在这方面我还是很有经验的 水变白的一米就变软了 这就可以吃了 这一米就可以吃 这时候就可以放凉 放凉之后调味呗 调味一般来讲 我们讲酸甜味的 加点柠檬汁 或者切两份柠檬泡里边 然后少加点蜂蜜 按道理来讲啊 这个健脾这事刚才我说了 都要尽量不要碰低于体温的东西 为什么还要放凉呢 是因为水温特别高的时候 你加柠檬 加蜂蜜 那里面的维生素就都被破坏掉了 另外我还有个经验 要用柠檬做水的话 尤其是梦主你这样的 那籽啊能掏出去尽量掏出去 去掉 对 因为不然会苦 影响口感 写风老师一看就是为细心的人 把这个方法呀细节都给大家想的特别全面 不但达到了去尸的目的 还补充了丰富的维生素 一举两得呀 百病都从诗器起 找对方法好拍尸